看不懂 哎扣鼻二 别走 大家好我是小胖 我是大胖 这两天太忙了 也没来得及拍视频 跟大家说声抱歉 然后今天跟大胖坐这里呢 跟大家宣布一个好些好些 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妈妈了 好多朋友都已经看出来了 是都已经猜出了 看视频的时候 我看大胖天天不化妆 有蕴像的 是我鼻子大了 怀孕了就鼻子大了 我不知道我头一次听说 评论区这几天都刷爆了 都说大胖怀孕了 大胖怀孕了 然后我俩的嘴可痒痒了 但是没等 不是说不到三个月不让说吗 说不好 然后我俩就一直都在憋着 今天刚好12周 就也比较稳定了 是 跟大家公布这个好消息 因为大家也非常期待 我喜欢她怀孕了 因为从大家出对象 买包结婚 看牛肉笔店 对 现在就差个宝宝了 然后其实我们比谁都着急 当时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想说 他们拦着我 你别说说不好 好啊 是 其实我们俩结婚一年半了 刚结婚的时候 已经是在备孕的状态 但是大家也是 我看好多人在催你们 什么手心宝宝 其实我们心里是鸡 但是你也不能说出来 然后我俩就去医院看去了 那医生说我有问题 成活率不到1% 然后说的可能是跟她上业班有关系 然后我就把天爱工作给辞了 那我俩毕竟年龄也不小了 然后她辞完职 我到复船这边就干了牛肉饼店 但是没鞋子呢 牛肉饼店比上班还忙 是 但是最起码不上业班了 是吧 睡眠啥都正常了 然后我俩就这段期间就是 经常去医院做检查呀什么的 然后最后一次是我去做那个造影 然后那大夫说做完造影的话就是 怀孕成功的几率就比较大一点 对 但是最后又来了一句 你老公这情况不太可能 是 然后我俩就把心菜放得平静了 就准备做尸管婴儿了 不行就做尸管婴儿就行 但没想到就是那一次 怀上了 那不是我问题是你的问题 什么就 那你做完造影就好 那我全所所有的检查我都做完了 大夫说我没有问题了 到我这机器出呼声了 哎呀反正怎么的 反正就是挺好 是 也不遭罪也没花钱 然后我爸我妈我岳父岳母 我当老人呢也特别开心 现在在座看视频的网友也能特别开心 是像我爸我妈是一直在催嘛 他们比较急 但是我公公婆反正没在我面前说过 但不知道跟她说 跟我说了 然后我老公那天天给拍个拍视频还说 哎呀要我今天一定要要个湖宝 我湖宝 人家都说了 不到到四月份你在怀孕湯 那就不是湖宝吧 你还给她湖宝 然后我的预产期是12月26号 但是也会提前也会退后 那不就属虎吗 12月26号 对吧 但要是过到一月份了也属虎吗 反正主要是跟大家宣布这个消息吧 但是我现在就是三个月了 我也没有什么孕吐什么 没有什么反应 不像别人说刚开始知道怀孕 哎有点感冒的症状 又特别困难什么的 你还没反应 你反应多大呀 一会吃一顿 一会吃一顿 就是总饿 一天吃八顿 真的这不是假话 我没吃八顿 最多就一天吃了五顿 他们都说是那个后期 就是快生的时候才特别能吃 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我就问医生 医生说那也是一种反应 他其实不是饿 他是因为难受 想吐 然后他再更吃 然后我一看我媳妇吃吧 我就馋 所以我跟着吃 都给我整的想怀孕吃 不是 别人都说了媳妇怀孕 你老公也干着胖 我最近胖了不少 所以大家老说你俩 你俩不干活 你俩怎么越大越胖 他有件事情也不好说 反正现在也稳定了 所以跟大家公布了 然后我媳妇怀孕的当天 我也用视频都记录下来了 咱们下个视频再发 然后今天就公布这个事 谢谢大家对我跟大胖的支持 看我们一路撑着 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